河北周关屯三百村民联名上书为法轮功学员请愿 令中共当局震动 其实早在去年 秦皇岛昌黎县就有2300位相亲公开联名写信 要求当局释放法轮功修炼者周向阳 在村民的营救下 周向阳虽然已经释放 但他的妻子李珊珊却又被关进劳教所 有人说 这个七年等待九年冤狱的现代版牛郎之女的故事 感动了中国早已冷漠的心 出生在秦皇岛昌黎县的周向阳 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 是天津市铁道第三勘测设计院工程师 他因为修炼法轮功受到迫害 多次被劳教判刑 他的女友李珊珊 被周向阳坚持信仰的无畏精神所感动 虽然只有三面之缘 却失智不渝 并郑重地向监狱申请结婚 监狱往常只有离婚申请 结婚申请没有先例 因此震惊了整个港北监狱 也震动了那些冷漠的人心 2008年6月底 周向阳为抵制迫害 在天津市港北监狱绝食一年多 体重只剩80多斤 身体虚弱无法行走 大小便不能自理 直至2009年7月28日保外就医 之后他和等待自己七年的女友李珊珊结婚 2011年3月5日 周向阳再次被绑架入狱 遭受各种酷刑 周向阳狱中绝食五个月抗疫 妻子李珊珊为营救他 写下了一对年轻人的苦难经历 七年等待九年冤狱的公开信 许许多多相亲在看完后 禁不住流下眼泪 为这对患难夫妻的遭遇感到不平 据明慧网的报道 一位50多岁的男士说 我落泪了 我长这么大岁数都没掉过眼泪 是真的吗 如果是真的 共产党真不对 对待好人还用这么大的刑法 周向阳的家乡 秦皇岛昌里县近十个乡镇的 两千多名乡亲公开联名写信 要求当局释放好儿郎周向阳 并查处监狱酷刑犯罪 今年4月1日 周向阳终于回家了 然而他的妻子李珊珊 却因为营救他 身陷淋雨 二人再次被迫拆散 周向阳案作为联合国典型案例 在全球曝光 英国国际大社组织连续发出几次 对周向阳和妻子李珊珊的营救呼吁 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诺瓦克 递交的年度报告中 也包括了周向阳的案件 了解周向阳案情的民众说 这个现代版的牛郎之女故事 令人动容 新台人电视蓝山整理报道